白羊座,白羊座的人做事总是一板一眼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讲义气中有情的,他们会对朋友非常的好,只是他们本身就是不善言辞的那一类人,又不太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思,所以在一个群体中,总是很难去融入别人。 在别人看来,他们就是性格孤僻,不合群,白羊座是一个性格非常成熟稳重,做事总是一板一眼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讲义气中有情的,他们会对朋友非常的好,只是他们本身就是不善言辞的那一类人,又不太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思,所以在一个群体中,总是很难去融入别人。 在别人看来,他们就是性格孤僻,不合群了,他们非常注重个人空间和隐私,不喜欢别人打探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很是孤独,渴望被理解,渴望陪伴,但是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很严重,想要靠近却又害怕靠近,这令他们很是失落,总是没有能够完全的拥有最后就会演变成无法言语的落寞, 白羊座是一个深沉内敛的星座,不喜欢表露自己情感的星座,他们不喜欢说一些废话等任何形式多余的话,很多白羊都是喜欢独来独往,看上去有些孤僻,而他们冷漠的性子也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相处。 金牛座,金牛座是内脸的,孤僻的,顽固的,自私的,占有与非常强的,他们常常能够长时间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因为他们热烈的感情会全情投入到他们喜欢的东西上面,他们爱恨分明,只温柔的爱着身边的人,对不熟悉的人要多冷漠就有多冷漠, 是典型的外冷冷热,金牛座是典型的外冷冷热的星座,他们只对于自己亲近的亲人或者朋友温和,对不熟悉的人要多冷漠,有多冷漠,他们的朋友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金牛座总是一个人的, 他们不喜欢交际应酬,也不擅长,总是冷眼旁观别人的狂欢,所以在大多数的眼里他们的性格是非常孤僻的,他们不善言谈,因此有的时候,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金牛座的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往往是很少感悟自己的热情,也不会刻意去迎合某件事情,讨好某个人,因此有的时候, 就更加显得他们喜欢读来读往一些,一般来说,在聚会的时候金牛是最安静的那一个,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与你交谈,而是因为他们不愿说话而已,他们的一切话语都在他们的动作里,洗线的体会就可以了, 设手座,设手座们在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选择的孤独,他们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这时他们就能够对很多事情有进一步的思考, 而由于他们的思想太过于成熟,让他们很难与同龄人产生共鸣,这也就让他们更加的内向,设手座经常表情冷漠,做事稳重严肃,给人难以靠近的感觉, 设手座的人大多思想比较成熟,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他们身心的重负,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跟同龄人获得共鸣的感觉, 设手座的人是以事业为主的,常常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而且相对来说,设手也比较看重事业,也忙,并不是他们不愿意交朋友,而是没时间, 久而久之也就让人觉得不合群了,他们性格低调,不喜欢张扬,他们性格内敛,有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承担, 尽管有朋友,却也总是把人排在心里之外,即便有的关系很深密切,他们也很难想对方敞开心扉,他们独来独往惯了,或许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习惯, 设手座的人向来就话不多,有些事的时候话就更少了,当觉得身边的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时候设手更是说不出话, 即使说了他们也觉得土劳,还不如安静一点,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